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越来越复杂 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致 如果一碰到新的技术难题就招募研发人员 很快你的研发部门就会 那怎么办 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 寻找一个像新托尼克这样的合作者 1984年创建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新托尼克 一开始便与多行业著名500强等公司合作 提供从产品概念到量产化的全套技术解决方案 新托尼克不但拥有全球化的研发团队 还拥有本地化的软硬件开发团队 技术服务团队 因此均有无与伦比的全球交付能力 可以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2005年 新托尼克进入中国后 先后与诸多行业领先的企业展开合作 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讯基础设施提供商 世界领先的某电子和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世界领先的某医疗器械公司 世界领先的某机械和汽车公司 国内领先的某无线通信公司 还是不明白他们可以做什么 其实新托尼克就好像爱迪生手下那个研发团队 你只需要告诉他们的工程师 我要研发可以量产化的灯丝 他们就会帮你完成目标 新托尼克这个技术研发专家 拥有先进的研发 实验和验证环境 曾经为各种领域最领先的企业提供服务 通过在参考技术平台上进行客户化开发 不但技术成熟稳定 还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 降低研发成本 你说新托尼克到底擅长什么技术 那可就多了 例如电源技术 新托尼克的工程师团队曾经远赴非洲 解决客户基站电源掉电难题 为客户5G基站 设计高频段收发信机原型 和射频性能验证 为客户基站 射频收发信机升级 支持NB-IoT技术 同时 还拥有基于各种高端主控芯片设计 高速数字板卡的能力 以及基于Linux操作系统的 嵌入式软件开发能力 机械设计 智能控制系统 也没有问题 嵌入式开发 系统集成 更加没问题 测试系统 给你测试解决方案 需要偷工 不对 油画材料 降低成本 也没问题 记得设定好安全余量哦 这就是新托尼克的一站式服务 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可以解决 从样品制造 到持续量产中的任何问题 有了这个好伙伴 真是万事俱败 只差你的一个惊天创意了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